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思想家马丁布博将这种相互关系分为我与你和我与他的关系 如果说这个他是一个事物 那么我与他的关系不存在任何问题 但是如果把人以他来对待 那就会形成糟糕的人际关系 因为我与你的关系都是以同等的关系下对待人的 但是我与他是把对方看作是无生命的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康德认为 你是目的 而把他可以看成手段 也就是说把对方看作是目的还是手段 一切都取决于自己 在德语中 英文的you有着两种写法 一个是deal 另一个是see 这里所说的deal 一般多用于家人朋友恋人等亲密的关系之中 而see多用于外交等正式的场合 而德语中的deal与你相互对应 即无需交流 也能相互知道对方想法 只有亲情爱情等 才能达到如此的亲密程度 这就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我与你 但see与deal正好相反 多用于交易等之中 因为交易需要条件 并且因为所谓的条件 因而导致原本的你也会成为他 就像原本要结婚的情侣 因为财礼等条件 最后只能不欢而散 如果把对方看成他的话 那最终一定会犯下错误 这里的错误 是指为了达成某种目的 把对方看成一种手段 而伤害对方 同理如果我们在营销事业中 把对方看作他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用花言巧语把别人骗过来的 诱骗行为 清销行为 赌博行为 虚伪 夸大产品 高价销售 过分要求等行为 这些都是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 把对方看作是他的时候 会出现的情况 这样久而久之 我们的营销环境 就会被破坏 如果一旦遭受破坏 不仅是我们 甚至整个社会 都将受到不利的影响 如果我们的人籍 一旦遭到破坏 就很难恢复 营销环境也是如此 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解决办法就是敞开内心 真心对待 并耐心等待 对方接受你的邀约见面 这样他就会重新变回成你 想要营造市场与社会 都能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的环境 需要我们用爱 来维持活与你的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